今天继续说刘少奇 很多人认为刘少奇是给毛泽东抬轿子上去的 没有太大的功劳 有一点点也仅仅是在白去 其实呢也不尽然 因为大家对刘少奇的突然窜身有些怀疑了 有一个往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怎样进军东北的 这件事情倒是常常埋没刘少奇的功劳 在继日聊军需工作的曾克林 详细的回忆了这段历史 我也采访过曾前辈 在日本投降之前 延安总部就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 其中第二道命令就是 命令现住在河北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队 即时向辽宁吉林进发 当时东北主要是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之下 因为形势变化太快 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这件事下 并没有沟通的非常清楚 于是就产生了一些误会 曾克林携带的电台功率太小 和延安的联系中断了 他请苏军派飞机送他去延安沟通 曾克林赶到内蒙古的多伦 那儿有机场 从多伦飞到了延安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去了重庆 和国民党去谈判 刘少奇在主持中央的工作 刘少奇请朱总司令 任毕时 陈云 彭德怀 叶点英等人一起和曾克林见面 讯问曾克林 东北各地是不是都可以派我军部队去 曾说 没有问题 全东北都可以去 刘少奇高兴的说 现在有那么好的条件 进东北 我们却不知道 现在好了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八天了 还没有结果 你这一讲 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党中央连夜开了会 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 把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 全部挺进东北 陈云 彭真 武修全 叶基壮等人 搭曾克林的苏军飞机一起去东北 真正的是分秒必争 这就是当时中央制定的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 历史告诉我们 这个决策 还是很正确的 历史上著名的南下北反 就是这样才发生的 王震的部队原来是被派到南方去 来占领日军投降以后 空余的地盘 这时候命令王震的部队 北反回延安 所以他这个部队经过了很多的艰难曲折 才到了延安 王震当年有过话 说不见到毛主席他就不刮胡子 王胡子这个称呼 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吧 杨尚坤当年 当了很多年的中办的主任 杨尚坤也有不少的回忆 我记得他有一段回忆的时候 我应该在场 那是在1981年 杨尚坤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讲 我那时候刚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不久 是个小最底层的一个研究人员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杨尚坤这样的大人物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尚坤主要讲他跟刘少奇的接触 其中讲到长征 很多人不了解刘少奇在长征中做什么 在长征中刘少奇应该做了好几份工作 在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都工作过 他做过酬粮委员会的主任 其实我知道他管过担架 因为他的有一任太太谢飞 就是找他要担架的时候和他认识的 在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军团的领导是彭德怀 彭德怀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人 那时候红军的日子不好过 所以大家都很暴躁很有意见 尚坤讲的很透彻 他说那时候红三军团思想很混乱 有几个爱讲话的人 咱们黄老黄克成就是一个 毛主席批评说上至中央下到支部 组织部都他都有意见 当然有的意见是对的 刘少奇作为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 是和彭德怀打班子 刘少奇的性格和彭德怀的性格 应该还是有些互补的 彭德怀和林彪这两只主力之间也有矛盾 彭德怀的脾气暴躁 他认为林彪不能打仗 但林彪呢又出于自己的小九九 对中央提出要彭德怀来指挥 刘少奇做了很多工作 也向中央反映了一些情况 反映情况的时候 他写电报让彭德怀签字 彭德怀不签 他说你报告你的我不管 这显然是不高兴了 这样在会礼会议上 彭德怀受了批评 1988年因为印制第一本邓小平画册 我陪杨尚昆的公子杨少明去香港 在王光英的办公室 就是光大那个王光英 是王光美的哥哥了 见到了王光英 那是我第一次到境外出差 当时国家规定还有500块钱的制装费 所以特地到宏都 宏都是给做这个西服 很专业的一家店了 花了200块钱做了一套西服 没想到王光英见着我说 第一句话就是 别看你穿了一身西服 一看你就是共产党的干部 其实啊 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 王光英确实很有发言权 一位他的妹夫 就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刘少奇 刘少奇娶了他的妹妹王光美 而在刘少奇的建国后的经济思想的形成中 王光英应该也是起了作用的 因为研究刘少奇 所以我对刘少奇有的经历还是有所了解的 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 其中有一论就是剥削有功论 在我看来这个论断 起码有一些是他和王光英交流中形成的 当然从现在的观点看 刘少奇的这个剥削有功论 虽然有一些道理 但是又确实和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 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 党的第二号人物 刘少奇曾经跟王光英 有过一番谈话 这番谈话对王光英的影响很大 正因为这番谈话 才让他走上了红色资本家的道路 那时候王光英只有30岁 是天津一家化工厂的老板 而刘少奇是中共的高官 本来他们不会有交集 但是因为王光美 他们成了亲戚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 刘少奇带着新娘子回娘家探亲 这是王光英第一次见到妹夫 他因为看了几本进步书籍 有点进步思想 对刘少奇说 不想当资本家 希望去化工厂当工程师 也可以到学校去当老师 不想落一个剥削工人的罪名 而且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告诉他 党员干部有的是不缺你一个 今后需要的是爱国的 能够起到带头作用的资本家 把大家调动起来 一起把经济建设好 后来刘少奇在对天津的工人 讲话的时候 说了这样一番话 他说工人们应该说 资本家先生 你来剥削我吧 我欢迎你的剥削 实际上那个时候 刘少奇坚持的是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 而不是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 而这是毛泽东等党内高层 共同的思考决定的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一个 重要标志 就是稳定民族资本家 让他们安心的投入新中国的建设 现在回头看起来 尤其从今天的角度看 这是符合实际的 可惜没有坚持下去 但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 刘少奇这个妹夫和大九哥之间的对话 无疑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王光英活了整整一百岁 也是善终了 同时他也见证了历史 半个多世纪前的夏天 中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这个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打倒了当时党内的二号人物 毛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 记得1965年的十一国庆节 那时候我刚刚上初中住校 所以在报纸上看到了 头版上两位主席的照片 刘毛主席和刘主席都是同样大小 毛左刘右 在印象里 两个主席在报纸上晒自己的标准照 两个人都是微微含笑 我的印象很深 其实我知道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 这两个主席的照片 就已经放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但是65年10月的时候 已经是山雨欲来了 不久刘少奇就受到了批判 他的位置也就从第二号人物 降到了第八号 8月18日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刘少奇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只不过站的位置不那么显赫 他的位置已经被林彪取代 他的脸上也是挂着风霜 但是党内的斗争一直不是人靠边的就结束了 还要弄清楚为什么要靠边 主要当然不是要本人知道 更重要的是要广大的党员和人民群众都知道 于是就开始了政治上和理论上对刘少奇的清算 对理论的批判武器也一定是理论 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 记得那句名言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反之亦然 所以刘少奇很快就被扣上了叛徒内奸公贼三顶帽子 但是仅仅这三顶帽子 还不足以在理论上批倒批臭刘少奇 在两年后 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 系统的梳理了刘少奇的理论 这篇社论被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发后 在全国全军和全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刘少奇理论权威的形象轰然坍塌 进而 他的正人君子的形象也轰然坍塌 这篇社论系统的批判了刘少奇的黑流论 摘录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 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完全同毛主席这条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相对抗 他们不是依靠工人阶级 而是依靠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不是注意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 而是包庇无产阶级的叛徒 公贼特务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的帮助这些人混入党内 攫取领导地位 他们不是提高工人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无产阶级觉悟 而是向他们关输最腐朽最黑暗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中国赫鲁晓夫推行的所谓六论 即阶级斗争熄灭论 驯服工具论 群众落后论 入党做官论 党内和平论 公私融化论 就是吃小费占大便宜论 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 腐蚀党 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 前者 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想要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 使无产阶级革命党退化变质 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必须继续革命 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 使党员退化变质 文化大革命初期 一批党员所以一度站错了队 就是受中国赫鲁晓夫六论的影响 我在这儿不厌其烦的把这个黑六论念了一遍 其实就是想说明 这些确实是刘少奇当年的言论摘录 而且现在看不一定都是错误的 很多都是很有道理的 比如说阶级斗争熄灭论 刚刚解放以后 刘少奇到天津大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还提出了剥削有功的观点 在刘少奇那篇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 刘少奇确实提到了 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 同时他也提到了 吃小费占大便宜的观点 记得他还讲过这样的话 党的干部要雇一头 就是雇工作这一头 不要雇两头 就是又雇生活又雇工作 和自己的待遇 只要你顾好了工作这一头 待遇这一头 组织上会替你考虑的 记得有一年 我到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 见到他的中国项目的负责人赛奇 赛奇跟我讲 他说 前些年来学习的共产党的干部 和现在不太一样 那时候的党的干部 都是真的努力学习 现在是大家都要想着回去以后干什么 我当时跟他讲 也不能怪这些干部 因为过去 共产党的领导是要雇两头了 干部的生活他们也雇了 现在呢 好像这一头没人雇了 所以干部们只能说自己要雇两头了 当时呢 因为连篇累赌的轰炸式的批评 确实深入人心了 几乎没人怀疑过 刘少奇的这些言论 到底有没有合理的成分 一直到文革结束 开始波乱反正 这才重新回头来打量着黑六论 原来这些话并不是都毫无道理 虽然有的还值得商榷 但是把它说的那么黑 似乎颜色也重了一些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的观点 它还是有预见性的 今天从提黑六论的话题 就是要 因为要记住历史的教训 就是不能不思考而盲从 哪怕是权威的声音 哪怕是众人的声音 也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 如果一个声音强大了 自己也跟着喊 甚至不只是跟着喊 而且真的信了 那么就有后悔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八卦 总有人问我 哎呀 刘少奇到底有几个老婆 在这里呢 我也抽一点时间来说一下 现在看呢 少奇同志正式的 可以说是名媒正娶的太太 有这么几位了 可以说是六位 第一个呢 是麻雀堂的周氏 这个呢 是他探子聪周围的 有一个小村子叫麻雀堂 刘少奇在上小学的时候 在宁乡高小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他已经十六七岁了吧 家里人把他骗回来 说妈妈病了 把他骗回来以后 原来是给他找了一个老婆 亲家 亲家媳妇 来澄清 刘少奇自己说 自己的自传里说 他结婚那天晚上 他在桌前坐了一晚上 看书 没有和周氏有过 同床同房的这种行为 第二天一早 他就回学校了 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周氏 这个麻雀堂周氏呢 后来据说 也一直没有成婚 一直 还是这个 刘家的媳妇呢 刘少奇的 第二个太太是何宝珍 这是一个革命者 他是被 国民党过来抓住枪毙了 他生了三个孩子 刘永热 刘永斌和 和这个 和他这个 唯一的一个女儿 1934年 他被枪毙了 那时候他才 好像才32岁吧 第三个老婆是谢飞 就是刚才我讲了 在长征中 谢飞是女兵了 那时候女兵不多 他代表女兵去找 刘少奇要担架 后来两个人就 就好上了 我采访过谢飞 那时候他是公安大学的党委书记 我问谢飞 你为什么和刘少奇 能够搞到一起呢 他就把这段故事给我讲了 第三个太太 第四个太太是王前 刘少奇后来 和谢飞其实关系 结婚时间不长 到了延安以后不久就离婚了 后来他刘少奇 被派到新四军当政委 王前是那儿的一个护士 因为护士嘛 要给首长打针啊什么的 后来就成了刘少奇的太太 我听说 当时新四军里的人讲 说是护士给政委打针 打完针一晚就没出来 但是呢 他回到延安以后 据说王前是一个 贪图后方的享受的人 就没有再到前方去 而他那时候是跟 康生和康生的老婆曹一欧住邻居 据说两个人坐了不少的挑拨离间 所以王前很快就跟这个 刘少奇离婚了 离婚以后 刘少奇短暂的有一个太太叫王健 这个王健后来是有病了 大概就半年多的时间 这个王健也就离婚了 第六个人太太就是王光美 王光美那时候是这个 军条部的一个翻译 长得也漂亮 也年轻 他25岁吧 后来就成了这个王光 王光美就成了刘少奇的夫人 关于王光美的事情 大家知道都很多了 有些事情 他要开始追求 我们的话 他就是 我们下来 这个 如果 整个 我们下来